综合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 国际佛光会创办人星云大师 于5号安详离世 享年97岁 弟子们陪在身旁 佛光山6号一早发布复文 将于2月13号上午9时 于佛光山云居楼 举行园祭赞颂典礼 台媒报道称 星云大师晚年身体状况不佳 多次出入高雄长庚医院 近期因血压过低 住进家户病房 5号安详离世 星云大师生于1927年 12岁离南京七峡山寺制开 上人为师批体出家 法名勿彻 号金诀 字号星云 笔名赵无认 为灵纪正宗第48世 佛光堂上第一世开山祖师 星云大师大量培养佛教人才 新办多所佛学院 并诸写三千余万言 篆有释迦摩尼佛传 往事百语 佛光教科书 当代人心思潮 及星云大师全集等 星云大师致力文化教育 关怀全人类 屡获各界肯定 1978年起 先后荣英世界许多大学赠予荣誉博士学位 大陆多所大学 亦赠予大师名誉教授荣贤 台媒指出 近年星云大师于大陆移星 复兴祖庭大爵寺 捐建中国书院博物馆 扬州建真图书馆 南京大学佛光楼 成立扬州讲坛 星云文化教育公益基金会 以及复建南京天龙寺等 积极推动文化教育 促进连岸和谐 带动世界和平 123 201 204